看一下双方的第二局上半场 这把的话小陈的女巫应该是没有什么悬念的 这把呢这个阵容其实蛮扎实的 打女巫的话呢也完全有的打 就小陈想要赢的话 或者说两边想要赢的话 都得建立在对方的一些失误上面 就是双方如果都不失误啊 正常打偏向于平局 当然小陈的女巫呢跟其他女巫其实很不一样 她的女巫更偏向于中后期 她的启动会偏弯 就她的那个后手会留得更久 其他的女巫特别像东旋那种 就进攻性侵略性比较强的女巫 她的一个切闪是非常果断非常早的 而小陈的话呢可能会偏后手切船切尸长 所以说打法上面是不一样的 这把的话看一下 这套阵容还蛮能拖的 因此小陈打到后面 我觉得这把小陈应该是最终是切船 尸长也不太好切 可能是切船的一个女巫 所以我们这局应该会看的比较久 我大胆预测一下 这把的话可能会打到个八分钟 第一刀没打中 自闭这边昆虫往前 虫子再卡一手 板子直接拍掉 好的 第一波的牵制飞轮顶掉 再下板狗拳卡 但身为上面来讲 这边两性图包夹 没有给到一个交互点 再让你用了 一刀打中以后 这边拉脱本体放狗 他本体狗放掉了 不好意思 他这波本体狗放掉的话 有一说一这刀 不一定好打中 这刀本体狗放掉意味着什么呢 因为这边原生拿不到刀 还得再放狗 原生放狗 原生打 这个节奏就很慢了 进柜子夺你狗 骗你出来 我就不出来 出来一刀 多拖了一会儿 虫子 再卡你一轮 密码机总量 2.7 第一波的话 这边 拥兵过来 就想一想 虽然说这波抓人 不算快 但你说慢嘛 也不是特别特别慢的那种 也不是特别特别慢的那种 就小陈这边如果打针对 我感觉想往那个挂飞昆虫 这个节奏点打还行 大不了四人开门战 我先把昆虫秒了 挂飞以后再留人嘛 还不至于说就这个局就一定 准备四跑啊 那种大优的开局啊 现在是一个什么呢 现在是一个 对于 女巫来讲小猎 但是还能运营 还能拉扯的一个局 看一下这边拥兵啊 拥兵的话 这个时候可以去翻个箱子 然后呢吃播怡琴 把自己的护臂带过去 看一下怡琴先吃 吃完以后 这边 有没有机会翻个箱子什么的 把自己的护臂带过去 护臂带过去 护臂给到昆虫手上面呢 这个昆虫有飞轮有护臂 那就厉害了 带小城的女巫啊 小城的女巫在中期的控场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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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压你病患的密码机 可以 这边病患的密码机会被压住 压住以后你机子不够 那边的话 拥兵就下来以后 打一刀是消信徒的 这边先打 那边救下来 怎么说 帮忙掩护 优兵 飞轮 一刀打中 这样拉过去的话 有一个时间差 病患已经摸上了机子 这边强摸头 强摸头 女巫先补信徒 补完信徒 放狗咬吗 摸起来了 摸起来的话有点难了 私人开门站了 放狗 这只狗 放了 这只狗 放了不太对劲 八分钟 还差一半呢 怎么办 把那个70号的解说拖出去了 八分钟这种话都讲得出来 他懂不懂这游戏 这游戏平均时间也就四分多到五分钟 八分钟 人家都打完两把了 傭兵这边在开门 门开了 傭兵走 信徒销 原生信徒 在挂人 那边两夫妻 还来一波奔赴 四分四十六秒